便携式束控电源 这是它的包装盒 里面除了主机说明书之外呢 还有个数据线 正负级输出线 这个主打是便携 屏幕是2.8英寸的 现在用的是充电器给它供电的 也可以用支持PD块中的充电宝给它供电 这个屏幕是比较有特点的 它支持这样翻转 咱们看一下周围这个接口 这个是正负级输出接口 这个是调节时候用的 待会给大家演示 开关机 这个是插数据线的和电脑连接的 这边是插TBC这个线的 也可以直接用直流电源 5到32V 直流电源的时候 把这个拨到DC这块就可以了 看一下主要参数 2.8英寸的屏幕 然后输入是5V到32V 不要超过32V 输出0到30V可调 电流是0到5A可调 最大功率150W 电压非辨率是10毫伏 电流的非辨率是1毫安 保护功能也非常完善 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嵌压保护 过功率保护 过温保护 输入防反节 输出防反贯 咱们看一下基本的操作 上面20.2V是输入电压 然后下面是输出 这都是0 设定电压现在是5V 比如说你现在打开这个 打开的话 你看设定5V 它就是5V 下面是0.5A 设定电流 实际电流是0 因为咱们没有接负载 它可以显示这边功率 这边是显示这个 比如给电池充电的时候 它会显示充进多少电量 比如咱们把这个5V 0.5A 设定成6V一安 怎么设置呢 很简单 按这个键 按一下 然后呢 再按左 到5这之后呢 滚轮 变成6 然后这就可以了 变成6V了 然后一安呢 同样 把这个 调成滚轮 确认 这就是6V一安 这边是菜单 你看按一下 电源设置 这是根据需要设置 然后 系统设置 常规 咱们现在是常规 可以设置成工业风 都可以 一样大小 这都可以调 这个按键 长按的时候 会把这个时间清零 看好 长按 清零 这个按键 长按 它会变成这个 显示波形这个界面 黄色显示电压 蓝色显示电流 再按 它可以切换过来 这个M键 你看短按 这是M1 这个可以预设6组 这个电压电流 再按下是M2 再按M3 M3看6V一安 M4 5V 两安 这个怎么设定呢 很简单 长按 比如说M5 就是第五组 咱们把它设成10V一安 然后 把它调到10 确认这就 这就OK了 再看M5 就是10V一安 我们检修一些小板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来供电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 这是个LED的控制板 咱们给它工厂5V电 开机 这就显示 它工作电流 你看 79毫安 先换到波形界面 你看它监测出来的 最大电流是85毫安 最小是79毫安 这个也可以通过数据线 连接电脑 这些常规的操作 电脑上都可以显示 都可以操作 咱们就大概看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视频后面留言 咱们下期见 拜拜